嗨大家好我是小猫 欢迎来到我的夫妇频道 去年年末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来自于家用专业脱毛品牌 Ulike他们家的一个最新的产品 就是这个 他们家最新款的小子 正确名字其实应该叫Air 3 现在已经快三月份 我已经用了一阵子了 想说来对比一下我之前推荐的这一款小绿 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使用感怎么样 有什么效果的差异 好大家如果在做挑选的时候 如何去挑选自己适合的 那今天就一一跟你们说明白 那就开始吧 那以防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上一期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 家用脱毛银是我比较认可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脱毛方式 因为相对于其他什么刮毛 拔毛这种脱毛方式而言 它会非常的温和 而且在家里能够完成比较省时省力 那其中我也非常推荐 Ulike他们家的冰点脱毛技术 在这种不烫不痛的体验下去 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脱毛效果 那大家都知道脱毛银是通过 墙脉冲光的光热源里来脱毛的 那所以说它的光的能量就很重要 那这两款就有一定区别了 新升级款可以做到每平方厘米 7加2 那这个是6加2 那这款其实也蛮快的 可以4周左右做到效果 但是这款更快 这款官方数据是只要6次 就有很明显的效果了 那可能有人会说它新升级了能量之后 会不会冰点的卖点就没有了 毕竟这是影响我们消费者 能不能继续用下去的重中之重 所以这次它配合着升级冰感 其实也做了一个升级 在这样子不开机的状态下 你用手去摸你会觉得新款的 会更加的冰一点 而且比较特别是这个小子 在运作过程中 可以持续30分钟都是冰冰的 然后这款老款的是10分钟 那就意味着这个其实在 施打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直都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所以我这两款实际用它 其实我觉得差别也不是很大 因为我其实每次都不会超过10分钟 只是说它的冰感的持久力 会更强一点 会更让人安心 甚至这一台 我觉得我在大冬天用的时候 说实话有一点点的冰 有被凉到的感觉 所以我每次我在用之前 我还需要用手稍微这样子 呜一个一两秒 然后再开始施打 嗯就是这么冰 那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两款的灯头 这两款灯头都是A++等级的 蓝宝石灯头 这样子等级的灯头的透光性 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平面的 可以实打实的打到自己的皮肤上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 灯头的大小 虽然这两个灯头的大小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从设计上来讲 新款的灯头的有效面积变得更大了 所以它这款单次覆盖在皮肤上的面积 也就变多了 然后操作方面 其实这两款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有两个按钮就可以完成了 先打开机器 然后再调整档位 贴到皮肤上之后 只要这边有感应 按这个按钮就可以发射了 但这个小子最让我心动 是它添加了一个很棒的连打功能 当然原本这个小绿 它也是有连打模式的 但是它在连打过程当中 是需要你一直按住 这个按钮去进行连打 它就不需要 你只要插按按钮 去开启连打模式之后 可以完全放松的 让它在你的皮肤上连打了 这个功能 真的是我目前觉得 最满意的一个升级了 因为我可以很放松 不用用短拇指一直按着 然后也可以用比较轻松的姿势 去施展 不过我自己在实际操作中 我也发现连打模式 它是因为档位的不同 会有一点点差异 速度会有点不一样 第一档档位的连打模式非常的快 然后到第三档位的话 会稍微再慢一点点 不过自动发射这件事情 真的很香 我甚至戴着墨镜 还看起来的电视 并且它全程都不会让 这体验真的超棒的 这也是我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理由 对了 这两台的发射速度方面 也有了升级 这台会更快一点 原本我用一个手臂 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一台我只要一分钟 就可以特别的快 关于脱毛效果方面 这次我做的实验 是用我的小腿 在一段时间之后 小腿比脱毛前更光滑 也白了很多 可能是因为我小腿的毛发 不是很浓密 所以这两款用下来 其实感觉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身上的手臂 还有腋下其他部位 也用了半年了 像我手指上的毛发 还有唇毛 基本上现在也是不见了 还有我的左手手臂 其实已经基本上是没有毛了 那我右手手臂 为了做对比就没有脱 这个真的是一个实打实的对比 档位方面 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 皮肤敏感的 可以从低档位开始 虽然我觉得高档位 其实也不痛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打高档位的时候 会出现那种小红点 所以如果你要用高档位的话 其实可以从一些 你皮肤上面 比较不被人看到的部位开始 这个小绿之前有介绍过 它有五个档位 所以它的档位 是会分的比较的细 更适合皮肤敏感的小伙伴 去做一个强弱的调整 这个小子 它是把档位改成了模式 它是有这些模式 对应不同的身体部位 我觉得这样的细分 会比较傻瓜式一点 比较好轻松 去了解到底应该用哪个模式 所以这款会比较适合 明确自己皮肤壮快的小伙伴 再说一下握感 新款小子 因为机身比较薄 好抓握 也因此还蛮容易摸到 这个出风口的 这里会比较热 所以握的时候 一定要往上握一点就OK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我还蛮喜欢这台 Air One 就是小绿的握感 它比较的有厚实感一点 表面看起来 我觉得也很有质感 然后最后 我来总结一下这两款的适合人群 这一款小子比较适合高强度的 然后毛发比较浓郁的 想要体验感更好的小伙伴 这款比较适合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 或者是第一次脱毛 不知道皮肤自己怎么样 有点不安的那些人 这两款的同时都有5人份的 一个终身脱毛的一个量 然后这款新款升级之后 下个会贵一点点 但也就真的只贵一点点 我觉得作为一个终身 可以使用的产品来讲 就真的就不贵了 而且它还提升了体验感 提升的能量 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那这样提脱毛衣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那种 没有时间 几个小时出门 去做美容的那些小伙伴 像有些那种 不想要光溜溜的 被人家看的那种色恐人群 我觉得也很适合 像我自己就是因为 要经常带娃要工作 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 没有时间白天在外面 去做这些美容项目 所以我都是晚上一个人 在深夜的时候 默默一个人脱毛 对我来讲 就真的太方便 很帮助我 用的过程 一开始是一周两次 那渐渐毛量变少之后 就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而且不得不说 家用除毛衣 真的是你早用早想修的典范 不只是让你伸手 或抬胳膊的时候 没有毛布尴尬之外 皮肤也会变得比较的光滑 这时候你家用身体乳 经常做保养 你的皮肤的状态 真的比以前要好 十倍都不止 好对了 买脱毛衣 也会送这些美丽大丰收的产品 不得不说 Ulike真是想的太周 到了非常的有心意 好了 就趁着夏天快来 之前大家快行动起来吧 那就这样子咯 拜拜